接下來就這樣拿一個直板 這樣擋著吧 住戶憤怒指責停車場地板積水 水管不斷露出水 但只有用簡單的直板擋住 根本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他們還懷疑裝設的監視器 電源燈都沒亮 壞了無法使用 台中西屯這處國安社區 遭到住戶指控 以前住戶人家 每個月繳交的管理費 管委會沒有正常用在修繕公社 導致住戶居住環境惡劣 最主要就是因為 原本當初96年的時候 有撥款了3800萬 最近一個月的財報 他看到的就是 我們所有的社區公金金 剩下1400萬 然後也不見社區有什麼重大修繕 住戶還懷疑之前國宅 轉變住宅的公共基金 管委會沒有公布帳幕 錢就消失了大半 像是公社消防設備 滅火器都是過期的 這樣的環境太危險 指控管委會罔顧住戶安全 他們將集結百戶住家 進行抗議 要求管委會撤換不做事 且非法沒有合格執照的總幹事 面對指控總幹事 強調帳幕都有公布 需要修繕的部分 住戶可以向管委會提出申請 至於管理費用跟基金的使用 管委會並沒有多做回應 市府調查這位被指控的總幹事 確實執照過期會開拔 並且要求改善至於管理費及公共基金 費用賬目等問題 住戶需向管委會協調解決 TVBS新聞 江君 廖凡一 台中採訪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TVBS News 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 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